不过话说的好 久的江边站没有不识邪的 你老这么整别人 你的报应据说也就来了 也有 有吧 两个让我们通过通过吧 但是我这报应嘛 就还不是别人设计的 都是意外 就比方说 有一次拍戏的时候啊 那个这个 拍《别爱我的时候》 有一个 现在主持界的一姐 当时也在这系列 谢老师 那场戏呢 就我是躺在床上 生病了 他进屋来看我 当时他设计的是什么 他一边进屋 一边看着门口 和另外一个男演员说话 边说呢 就边坐在床边 然后再回身 跟我说话 设计挺好 对 他也没事 你也没事 就过去了 我后来跟他说 以后牛仔裤 别穿那么硬 你这便宜 他口袋留着 一块钥匙 更够瞧这扎的一把 这是个一把 然后还有人 社局骗我的 说来听听 那以前是体操界的一姐 刘璇 静止有头有脸的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 对 就是他 我没见过他 但是呢 我们学校门口 有一巨大的广告牌 一个酒的广告牌 我上学那会儿 又老天天能看见他 终于有一天 我和他真人见面了 然后就聊起这事 他就说 他说那不是我 他说那是我妹 我说你还有个妹 他说对啊 他说我们双胞胎啊 然后我就 好像他是有 他们是双胞胎 我就印象当中 然后我就信了 信了多久呢 好久 信了好久 后来我还跟别人说呢 我说那不是刘璇 我说那也是他妹 我就跟他玩儿子说 我说那也是他双胞胎 他们谁 他哪有双胞胎妹妹啊 这才知道上当 上当 打着去好长时间 一直自己念叨着 你妹 你妹 我看你竟演着偶像剧 但你要演喜剧 我估计也特别好看 我演的是偶像喜剧 单纯演喜剧 也是个好剧 挺好 就是 但是他们说 演喜剧不能长得太帅 要不说我演不了体力 感情戏演的是最多了吧 感情戏也有 酷戏演的多 哭戏 每次剧本里有哭戏 但是我哭戏不擅长 是吗 但做演员来说 不擅长也得哭 没办法呀 我就有时候改 该哭的我就不哭 导演愿意吗 导演 你改完了导演上根哭去了 反正 可能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吧 我见过厉害的 几秒钟 刷 眼泪就下来了 又刷眼 有技巧 这个有技巧 有方法 但是这技巧 对我来说都不管用 有的是自己想一什么事 这事一想准哭 这也是 有的是要听点什么东西 不一样 这都是比较高级的技巧 还有比较直接的 简单的技巧 方法 摸东西 对 这也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朝着那个亮的地方 看 不能把演 一会儿 一会儿就眼泪就下来 云鹏 试试 对 就老这么瞪着 看着灯 看着灯 有三天就哭出来了 他也是个硬汉 不轻易落泪 跟我一样 你看看 眼泪下来了 谁说的 要不你坐会儿吧 别踢了 你看眼泪下来了 别挤了 挤就假了 好演员 有眼泪了 好使吧 眼简受到刺激了 就不这样 对 可是我看不见你了 是吗 你就不必看见我了 你属于是很配合的嘉宾 我以为你得不承认 没想到你渐渐承认 我在这承认 出去就不承认了 出去看见谁了 好吧 万兴我们都有录像